这天实验室送来了一具水中发现的浮尸 根据骨骨头和恰骨的耳状面 可以看出死者是一名30岁出头的白人男性 锁骨和肋骨 以及脚上都发现了大量骨折的痕迹 看起来死者像是被人从悬崖上扔下来的一样 卡密通过X光看出死者肩膀关节脱位 臀部和膝盖 以及腹骨钩和手腕扭伤的痕迹 杰克发现尸体遭遇了恶归的啃食 还根据尸体浸泡在河水中的情况 推断死亡时间在12到15小时之间 也就是昨天晚上9点到午夜时间 遗憾的是死者的头颅消失不见了 显然安琪拉无法通过面部重建来确定死者的身份了 但通过上面的出血痕迹小骨可以断定是死后遭遇的砍头 安琪拉发现了一个点击量超过20万人次的视频 视频中两名男子记录了发现尸体的过程 在离开的时候不小心用螺旋桨斩掉了死者的头颅 助手这边很快完成了对死者身上伤痕的分类 有几处骨折是死后在河水中漂流撞击石头造成的 剩余的骨折全都是过去17年中受的伤 他猜测死者可能从事的是高危险职业 比如综合格斗选手或者斗牛小丑 同时卡米也完成了毒理检测 在死者体内没有找到酒精和药物的成分 身体状况绝佳 最后吃的是一条蛋白棒 小谷把调查到的线索立即通知了老布 目前他们知道死者足骨骨折是在04年造成的 锁骨骨折是在08年造成的 11年手腕还骨折了一次 老布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知道了死者的身份 他是七届全明星冰球选手赛斯 调查发现赛斯最后出现的时间为昨晚10点半左右 如果气失时间为9点到凌晨之间 也就说明赛斯遇害时间有90分钟的空窗期 杰克在这段时间计算了水流的速度等信息 他锁定了头颅大概的位置 他决定用他新发明的无人机配合高速微型摄像头去寻找头 老布首先来到了赛斯所在的球队 球队老板是一个叫卡蒂的女人 卡蒂说自从丈夫在去年意外去世后 他就担任了球队老板的身份 最近一直在忙着处理赞助商和粉丝的事情 他建议老布应该去询问一下球队的教练 教练说赛斯是他们球队的门面 除非谁脑子有毛病才会去招惹他 不过几天前赛斯曾要求他开除掉球队的防守队员安德鲁 认为安德鲁拖了他们球队的后腿 安德鲁说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一直在球场上充当保镖的角色 为了让赛斯进球他受伤超过250次 赛斯要求教练辞退他确实深深伤了他的心 但他并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因为他是一个最棒的防守队员之一 有很多人邀请他去别的球队任职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理由去谋杀赛斯 昨天晚上和平常一样在外面锻炼攻二投机 卡密这边在死者的肺部找到了大量的液体 初步判断赛斯是因为溺水死亡的 此时助手已经清理出了受害者的遗骸 在万古双侧位置发现了冰死前造成的骨折伤 说明赛斯遇害前挥出了好几拳 就在这时一架无人机从两人身边经过 原来杰克已经完成了无人机的改造工作 他在上面安装了一个血滴子用来拾取头颅 同时还邀请助手进行一场属于男人之间的比赛 看看到底谁可以率先找到脑袋 詹姆斯这边却找到了一名叫达里尔的嫌疑人 他是球队设备的保管员 最近三天时间达里尔经常拜访赛斯 达里尔说赛斯并不是那种高冷的体育明星 他在生前和很多人的关系都非常不错 而最近他正在帮助赛斯安装无线溜冰场 类似于用作溜冰的跑步机 至于赛斯遇害的事情他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此时实验室内杰克和助手还在进行找脱比赛 在这期间也完成了死者万古的检测 在上面找到了氧化铁和蓝色的人工合成素的痕迹 可以理解为铁锈和蓝色油漆 显然这里很可能是赛斯的遇害地点 安琪拉调查了赛斯的银行流水记录 发现他最近一直在冰球酒吧进行重复消费 于是他调查了社交媒体中关于这家酒吧的照片 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赛斯和一个女人争吵的照片 通过面部识别确定女人叫安妮 还发现安妮在这个酒吧和很多球员都拍过照 看来这个安妮应该是一名狂热粉丝 当安妮被带回审讯室的时候 詹姆斯发现他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他现在怀疑安妮怀了赛斯的孩子 于是想要向他敲诈子女抚养费 对此安妮只回应了一句话 那就是孩子不是赛斯的 至于其他的询问在律师来之前他一句话也不会说的 在这段时间小谷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在尺骨上找到了多处弯曲的创伤 他推断凶器是一件薄而弯曲的物件 取样后在上面检测到不锈钢的威力 这让小谷想到了训练式的冷水浴盆 这样看来赛斯是在冷水浴盆中被淹死的 尺骨上的伤痕应该是在反抗过程中胡乱拍打造成的 詹姆斯调查发现训练式的钥匙一直是达里尔在保管 同时还调查了达里尔的银行记录 发现他最近在出售赛斯的私人物品 比如冰球运动山河护当等等 达里尔说最近球队削减了他们的工资 还做了一系列等减少支出的决策 而赛斯知道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才会把一些私人物品给他进行售卖 身为球迷的老布一下就抓住了其中的猫腻 球队老板卡蒂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空球队 然后把球队卖给其他的俱乐部 他至少会从中赚取几亿美刀 杰克这边也终于从河中找到了丢失的头颅 不过在运送回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他穿越热闹市区的时候惊吓到了一名小朋友 老布则带着搜查令重新返回了球队 卡蒂承认他想要把球队卖一个好价钱 但对于像他这样精明的商人来说 谋杀可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而且他本人和赛斯的关系非常不错 不过几天前赛斯说一个叫安妮的女人 在向队员出售纸通药 他准备和安妮进行当面对质 在这之后赛斯就失踪不见了 他认为老布应该把时间花费在这个叫安妮的女人身上 他有充足的作案动机 面对詹姆斯的质问这次安妮比较老实 他承认当天赛斯和他进行了当面对质 还威胁要揭发他贩卖处方纸通药的事情 可在这之后赛斯就离开了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对于肚中孩子是谁的事情坚决不肯交代 詹姆斯只能暂时对他进行了扣押 实验室这边已经清理出了受害者的头骨 小骨首先排除了螺旋桨造成的一些死后伤 在整骨位置找到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撞击力道足够让赛斯陷入晕眩的状态 根据骨折截面 他推断凶器是弯曲的武器造成的 但经过对比后发现和持骨上的骨折并不吻合 杰克对上面的威力进行了取证 找到了一种碳塑纤维复合材料 有70%的石墨和30%的玻璃纤维组成 他认为袭击死者头部的武器是驱棍球棍 与此同时 老布申请搜查令调查了安妮的银行流水 信用卡显示他曾多次支付妇产医院附近的停车费用 但上面却没有记录医疗费的记录 显然这个支付账单的人是安妮的神秘男友 而据他所知 每一个球员使用的驱棍球棍都是定制的 材质和感身硬度都不一样 这些驱棍球棍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 他准备申请搜查令调查一下球员的驱棍球棍 经过对比球队中的防守队员安德鲁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他的驱棍球棍和死者身上的伤痕完全吻合 老布猜测安德鲁为了打冰球忍受了巨大的疼痛 所以才会向安妮购买纸痛药 两人也就这样相视相恋了 而当塞斯发现这件事情后 打算举报安妮将他送进监狱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就发生了后面的惨案 面对老布的质问安德鲁承认了杀人的事情 说他在冰场上保护了塞斯这么多年 他只求过他这一件事情 可塞斯却拒绝了他 他不想孩子长大的时候母亲还在监狱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于是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案件随着安德鲁被捕也终于结束了